这里 过来 过得去吗 过来这 过得去 看这空间狭角 其实能挤过去吗 放下过来 拿好 拿一个 对 拿好过来 这 大鼻子卷了个西瓜就进去了 过来 吃了吗 那西瓜吃了 吃了 哇 天啊 大家会剥 剥到一块 对 把这个鼻子横起来 在地上扫来扫去 拢到一块 然后一抓一吸 你看 那个吸附里太好了 对 就像吸针器一样 真有点好 像吸针器 带刷子的吸针器 吃完了 我估计 观众都震了 有多少人可以像我们这样 你们吃饱喝足 睡大觉 我们吃饱喝足 遛大象 但是这个确实 机会很难得 就算我们不在 其实平时老师也会带着大象 出来溜溜玩 带着出来溜溜玩 对 出来很开心 他们在自然环境当中 那么大的领地 大象房即便盖得再高 对他们来讲空间都算小 是 所以时常带他们出来走一走 也是让他们心情会得到放松 就是一路走 都在吃 一路走一路吃 你看今天动物园也没什么人 大象就走在公园的大道里面 他吃香蕉不剥香蕉皮的 不剥香蕉皮的 干加瘦都吃 营养全新瘦 香蕉皮也是营养嘛 来 走 不过他好听话 他皮肤看起来可能会比较粗糙 但其实很敏感 大象的皮肤就是一只蚊子 它落在上面 它都能感受得到 蚊子经常它都有感觉 对 看着很粗糙 你看 舒服吗 舒服吗 他这眼睛在看着我 你眼睛看着我 好 好 对 过来 但是意外的没有太多的味道 没有太多的味道 你能闻 我觉得还可以 六大象什么感觉 就是我现在感觉整盘地盘 都是你 都是我的 应该说六大象很有安全感 旁边跟这么一哥们 过来 看大象开不开心 或者看他情绪 他眼睛也会 你就看那个眼神 那个光线没有那种散光 过来 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 这简直 开心就是 眼睛 那个眼珠感觉 那光线会打开 耳朵一直不停地闪 不停在闪 鼻子 到处乱摸 乱摸 乱动 大象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也是一种很吉祥的象征 其实原来中国 分拨大象的地缘也非常广阔 比如说我是河南人 河南在商朝的时候 都会有大象 后来越来越少 少的原因也是因为 它的这个领地 慢慢就会 被人类 对 被人类侵占 就会越来越少 现在中国有大象的地方 已经退缩到了云南地区 大象睡觉 是站着睡 还是卧着 站着也可以 躺下也可以 也会躺着 野外一般就是站着 站着 我们思想的 躺下的比较多